天天向上节目发了一条声明,然后又上了高位热搜,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点进去,依然不知所终。 最初的原因是,王一博和肖战的CP粉,每天都会在微博上发一条与之相关的内容,发布时间是中午一点半。 接着,同样的内容,天天向上官微发到中午2点30分,为什么CP粉要比官方提前送出物料,还有黑粉趁机大做文章,声称CP粉多为王一博团队的知粉,故意引导CP科CP,并辱骂王一博本人。 这件事被发酵后,天天向上节目组发表声明,称CP粉并非节目组之人,而且这个CP粉也表示,自己是在朋友圈看到物料的,所以发微博宣传,本来是想发到另一个账号的,但是没想到切错了,所以才引起这样的闹剧。 但在这场闹剧中,最无辜的的确是王一博本人,他什么也没做,白受了一顿骂。 接下来的风波中,王一博的粉丝们一股脑的,道出了对天天向上节目组的不满,因为同样的风波也不止一次,便开节目组声明的微博评论区,会发现所有的粉丝都在抱怨节目组存在的问题。 小八汇总了一下,才发现原来粉丝的不满积聚了这么久,不满节目组把王一博打扮得越来越老土,尽管作为主持人,王一博的穿着不能过于夸张,但如今在天天向上节目中, 他显然是向老干部们一路狂奔,每一期的天天向上预告片,都会放出很多官方的材料。 在预告片中,王一博总是显得很木讷,有些屁图过头不像他自己,也有影迷化身摄影大师,控诉节目组对其进行侮辱,将王一博拍得丑陋不堪。 有没有王一博的粉丝站在节目组立场上,无论是影迷还是观众,他们对节目的收视率、播放量都有很大的贡献。 需要知道的是,这几年天天向上的播出成绩并不好,王一博粉丝的确是助威不少。